三国名将黄盖墓被挖开后发现了什么 经理人员吃了一惊 俗话说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愿打的是周瑜愿矮的是黄盖 由此民间有了周瑜打黄盖之西后瑜 对于这个典故 西晋人承受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 而是名人罗棍中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段子 鉴于第46回 用齐某孔明借鉴 献秘技黄盖受刑 所谓的秘技就是苦肉技 赤壁之战中成功草船借鉴后 诸葛亮与周瑜决定火攻曹操的水汉大营 曹操派荆州将领蔡和蔡忠兄弟到周瑜大营诈降 周瑜明知世纪 有意装聋作傻将棘就计 让老将黄盖演戏反诈曹操 黄盖简直是影帝演得逼真 活活挨了周瑜五十大军棍 周瑜二人由此闹翻了 黄盖欲归降曹操 让曹操的船靠近他 曹操得蔡氏兄弟连夜密报后果然中计 最后刘孙大军成功火烧联营 这个段子显然是罗冠中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 并非真是 但黄盖与周瑜的关系非常好是真的 好到什么程度呢 传说死后都不愿分开 要葬在一个地方 现今所传两处黄盖墓附近 还真的有周瑜目 《三国志无书黄盖传》记载 黄盖自公父 是零零全灵 今湖南省周氏冷水滩渠人 黄盖是孙权父亲孙坚手下的老将 孙坚起兵时就跟着干了 孙坚死后又为孙策孙权征战 后任丹阳都尉 后任丹阳都尉 备受偏将军 与其他三国名人多战死不同 黄盖病死于官刃上 黄盖死后葬在哪里 因为三国志不载 这里面的说法就多了 清江南通志余帝制记载 将军黄盖墓 在樊昌县十八都郡 墓号黄穆渡 樊昌县地处长江下游南岸 金属安徽五湖 历史上樊昌古称春谷 周瑜周太黄盖 曾先后任春谷长 随开皇九年 公元589年 霸南陵郡至南陵县 费樊昌等县 更至当图县 由于人世更迭 樊昌县黄盖墓的具体地点 到清朝时已不好找了 清道光樊县县至余帝制 即称 吴将军黄盖墓不详其处 民国南陵县至余帝 对黄盖墓又有稍详细说法 丹阳都尉偏江军黄盖墓 在下北乡黄墓渡东 一人遂记黄将军于此 康熙新朝 知县宋严佐修其诏遇 维闻历史已表之 宋严佐修墓时在墓前立碑 并传黄将军墓碑记 南陵之友黄墓 旧传吴偏江军黄盖功赴藏地 在北交三十里外与繁壤接而戒大河 有渡及名黄墓 两亿至接同 可能有网友会糊涂 黄盖墓到底在南陵县还是繁昌县 南陵繁昌早年都是春谷县 由于各朝区化调整不同 青史黄盖墓在两县交界处 按今天的区域划分 南陵繁昌两县则都属于五湖市 黄盖墓现在南陵县许镇 镇黄墓街道境内 许镇镇原名黄墓镇 可见这里的黄盖墓是有历史的 很可惜南陵黄盖墓已被挖了 如今墓址立有黄盖墓县级文物保护碑 南陵黄盖墓被挖离现在并不远 据名叫张光斗的当地文化人士生前著文 在1950年代黄盖墓前上立有墓碑一块 上书汉三国东吴大将军黄公赋之墓 大清康熙薪酬古弹力 墓前放置一只石香炉 但墓地荒芜杂草丛生 从前还有建有黄将军亭 后来回匹不存 早在1962年2月间 当地生产队社员在黄盖墓封土堆附近 挖出了碗、碑、盘、罐、木砖等 这些东西当时没有要 更不会有文物保护意识 后来都丢弃沉入堂底 倒是木砖有用 被社员拖回了家 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运动中 黄盖墓遭毁灭性破坏 墓碑被敲碎右脚 搬起湮灭 墓种全被挖平 后来张光斗曾前去寻访 只见到一块黄将军剑庭碑 倒在附近的村口 但碑文字迹漫幻无法辨认 1992年 在黄墓渡附近 挖出一座大型墓葬 清理出了一批珍贵的三国时期的 镇墓兽、陶涌、陶马车、陶冠、陶灶等文物 清理时发现 墓室上有古代稻洞 早年被盗 泥土顺着稻洞进入墓内 积满墓室 由于长期积水 里面全是烂泥 据说清理时采用土办法 在墓室上横放木板 找来水桶 将墓内淤泥一桶一桶往外提 棺果尸体早已腐烂 在墓室一角发现了一颗头骨 头骨是自动浮出来的 把现场清理人员吓了一跳 吃了一惊 还以为黄盖显灵了 由于没有出土与黄盖有关的东西 并未能确认墓主就是黄盖 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 根据墓的规格形制和出土文物分析 认为应是三国墓葬 极可能是黄盖墓 吾湖境内东吾名人墓 并不止黄盖一座 在南陵县还有周渔墓 小桥墓 很可惜 如今难寻其宗 据说周渔墓只在1990年代上存 现在其上已建有居民小区 还有一说法 周渔墓并不在南陵 而在樊昌县东张河西 这里有周墓墓 即周渔墓 而张河东岸有黄盖墓 两墓隔阂相望 墓溪大约200米处的渡口 就是黄墓渡 从当地史志和前人笔记来看 南陵黄墓渡附近确实存在黄盖墓 名叫刘学尹的明墓青初学子写过一首《春顾黄墓诗》 诗称 黄墓名垂远 中魂应有之 悲惨无几字 树老胜于之 谷种漆虎冷 荒原素鸟杯 桃花金日泪 撒作吊坟诗 南陵明墓文人圣此宫 还为黄盖墓做过莲 黄土一蒲香 上兵炸用火功 英雄安在 盖棺未定论 藏衣棺买骨骸 全壤自知 圣死公联中 藏衣棺买骨骸 全壤自知一语 透露出一个信息 至少在明代时 对这座墓是黄盖衣棺种还是真身墓 人们是有怀疑的 如果1992年挖的墓真是黄盖墓 出土了头骨 说明是黄盖真身墓 而南陵有黄盖真身墓是可能的 过去多认为黄盖死在武陵太守任上 但武陵并无黄盖墓 古人有讲究落叶归根 会不会葬回老家陵陵 1985年 张光斗曾以南陵县黄墓镇政府的名义 给黄盖老家去寒求证 冷水滩市档案馆回复称 零零县制只载黄盖将军的生平事迹 没有黄盖将军墓在该地的记载 也未听说有他的墓坟 细意分析发现 陈寿做三国治时 对黄盖死于什么任上 受语焉不详 仔细分析 黄盖是在被提拔为丹阳都尉 加受偏江军后死的 那么葬在南陵就非常可能 南陵属于当时的丹阳郡 如果真是黄盖墓的话 不应该是孤种 联系有周木敦的说法 这一代可能还有同时期 包括黄盖家人在内的其他墓葬 这有待当地文物部门的进一步勘察 比较蹊巧的是 黄盖墓所在地俗称王敦 有王家敦自然村 如果是黄盖墓 为什么不是黄敦 是黄被俄传为王 查民国南陵县制黄盖墓条 有相传其子孙金庚王姓一说 王敦或由此而来 但黄盖的后裔 为什么要改姓呢 除了安徽五湖黄盖墓 在江西南昌也有一座黄盖墓 位于金南昌高新区麻丘镇 江西南昌黄盖墓所在地 吕蒙港发掘出土文物 南昌县制上有这样说的 吕蒙墓位于广安村 孙姓村左的吕蒙港 一称吕墓港 此墓已废 黄盖墓位于 吕蒙墓西约2.5公里 该地俗称黄盖嘴 这里不只有黄盖 吕蒙等两位东吴大将墓 还有周渔墓 可惜都已不存 只剩下传说 又据当代已故史学家 郑益梅生前说法 黄盖墓在松江南门外 三里许乌鸦村 民国修筑护航铁路时 意外发现的 黄盖墓在上海出现 令人意外 据考证 上海黄姓是黄盖的后裔 黄盖死后子孙迁居松江 真相在哪 我也说不清 黄盖死后子孙迁居松江南门外